周寗凡 爬的山津 爬的上骨了嗎 打得像你媽的個X一樣 還玩不玩呢 不然滾回去都 你們能不能學習周海昭 現在就他知道怎麼打 雖然他在列室路送很多次 但是其實都是在幫大家拉持空間 皮鞋死了六个月了 我不知道它怎么发生的 刚刚一选完回头看它 它就已经不动了 突然就不动了 其实没什么影响 我们还是赢了 最难的就是要不被RTK发现 我们需要想很多办法 因为它一旦发现了 肯定想要来替掉皮鞋来跟我们一起打了 我们宁愿跟死的皮鞋打 也绝不跟RTK打 我知道其实皮鞋根本就没有死 就是我让它装死的 让它装死呢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 永远能更上一层楼 杨神对于这个团队功务可没 通过他装死这件事情 就可以证明 他是这个队伍的定梁柱 耶 耶 nice 兄弟们 兄弟们加油 啊 我实在是代表人才逼了 肯定还有别的办法呀 今天提案大不同 最终V机会举起冠军问题 为什么我会这么有自信呢 因为其他队都没有我们队这样的死皮鞋战术 帮助你 再见 给大家看看